把它放在我们云端上面 云端单元05的地方 程式码的枢纽分析表这里面 基本上的话就改 这两个 然后 把这边先新增一个NAME 然后这边这个NAME改一下 这两个把它删掉或注决掉 这样就大功告成 底下如果你录制过程没有出错的话 那应该不用修改 只是说你底下可以大概也可以参考一下 这到底它什么意思 比如它会先新增一个业务 就是哪一列 未来如果你有多列的话 你可以Position1、Position2 你可以好几个 你可以做很多篮很多列的这种不同的枢纽分析 可以做相对的复杂一点点的这种 这个分析的枢纽分析表的报表应用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这个叙述方法 你可以把它改成这样的叙述 两个方法都可以 有没有 你这个也可以改成 刚刚讲的用叙迫物件的叙述方法 这个是用VBA物件的叙述方法 两个都OK 那什么需要修改 其实就是说如果 将来如果程式需要变动的话 可能还是要需要改成用VBA的物件叙述 否则的话有些地方还是有可能会出错的 你可能要随时针对出现的状况 去做动态的去修改一下 至少要知道说将来错错在哪里 OK 不过理论上最好 因为它这个程式是加到 add的时候是加到前面去 不过我之前我们是add到后面去 我们还记得吧 我们是程式我们是add after 有没有 所以其实我教科 你甚至干脆你把它改到后面去 这样比较易老有 为什么 因为一直放在 should.com 只是最后面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基本上比较不会出错 因为反正新增都新到最后面去 最后那一个就对了 反正我一新增就新到最后面 不可能会有一个工作表 会比我在更后面 可是如果像我现在这个add的话 如果add 如果是放在1的话 会不会可能是 假设前面 前面如果会有一个 这样会不会 这个把它删掉 如果前面有一个的话 它会新增到哪里 是不是也是第一个 看一下 f8 如果我现在add 有没有发现 如果前面假设已经有一个工作表10了 它add 特别重要 它不是放在第一个 所以如果你假设这个的话 你会发现 我应该是要变更这个的名称 结果它变成 变更到哪一个 变更到那个 前面的这一个 我应该变更了就没变更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 将来会是bug 如果你现在在这地方 假设 我看if8 诶 这边没有出现 反而是到哪里了 到这边出现了 所以会变成放错地方了 底下当然可不可以 这样就没办法弄了 后面就出错了 所以特别注意 比较建议的做法是 一劳永逸建议就是 add后面 你就加上什么 之前我们打的那一串 如果实在是 你假设 那一串不会打 你刚才用复制贴 add after 哪一个呢 在 shed.com 意思是最后那一个 我一直都放在最后面的意思 所以after shed.com 然后再把什么呢 把那个shed.com的这个工作表的名称 叫做枢纽 这样的话基本上 就比较没有错误 就是比较不会有错误的可能性 为什么 把这个删 特别注意 我们这边还没有防呆 所谓的防呆就是说 如果你建立一个枢纽 你如果再跑一次 它会有重复名称 会卡住了 所以你可能要把它先删掉 不然的话你可能自己要写一个防呆 那个防呆就是你当你执行之前 你要把每一个工作表名称抓出来检查 有没有叫枢纽的 如果有的话你要先把它砍掉 如果没砍掉 那就会有重复的那个问题 一定会有bug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什么地方呢 会有bug OK 加到哪里 后面 把这个 改成枢纽 那这样跑应该就也是没问题 这比较建议 可以是 改成这样子 会比较OK 所以干脆 把这个程式 把这个程式 贴过来好了 所以刚刚这个add 记得把这边改一下 这个我把它先保留一下 我把它放到这个下面 改成这样子 那原来的这个的话 我把它 干脆 把它注解一下好了 这边的话 也许 做比较一下 做比较一下 注解的话可以用这个注解 我再把它贴回来 就是 这一个部分的话 基本上 就把它改成OK 就是改成这样子 这样会比较OK一些些 那接下来的话 再来 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分割 比如说我已经OK了 再来我就要点两下 它跳一个 不过它基本上好像就 这个就是 这个指的是菜头 把菜头拿过来 然后再来点这个点两下 那变什么 摇摇 那在这个点两下 它变成英雄 所以这个动作 假如说我希望 写一个VBA的程式的话 那我该怎么写 我们刚刚有录制聚集 聚集的程式 就是这个 哪一个 有没有 这上面这注解可以删掉 Range B4 点Show Detail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这个把它执行的话 有没有 就等同在上面点两下 其实就是一行程式而已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全部一次 全部帮我把什么呢 4到9全部跑完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写呢 我可以写一个for一圈 forI等于4到9列 4到9列 Enter两下 打个NAS 然后呢 把这个Range B4的 这个叙述放到这边来 然后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 4把它改成I 那这个地方改I 特别之后 你把4Delete掉 空一格加一个End 再空一格加一个I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 这个一个一个的通通把它分开来 但是我们还没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等下再看 但是现在这样Run 会不会OK呢 你把Range B8 分开 这个 这个应该现在就4 所以串在一起变B4 B4的话呢 Show Detail OK Show出来了 那NAS了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如果你现在怎么样 你如果要再Show Detail 它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 因为呢 你Show Detail 变成说它已经跑到另外工作表了 而不是停在那里 所以如果你要去 除非你切过来 切回来 不然的话你可以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你可以加一个 在Range前面加什么 加那个名称就好了 拿一个工作表名称 我是在Shit 拿一个Shit 在那个枢纽的那一个 所以这个Shit 我拿这个来复制比较快 OK 第几个呢 第五个 OK 帮我把它Show Detail 看一下 执行 有了 有没有 瑶瑶出现了 再来下一个 英雄也出现了 再来小咪也出现了 老王 小张 结束了 所以你会发现 它就帮我把什么 每一个 在这边出现的 每一个业务的相关资料 就帮我分割了 但问题还没结束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资料的话 上面工作本名称 没有帮我重新命名 有没有办法 干脆跳一个出来 命名一下 重新 有没有 然后呢 再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是觉得 它跳的方向好像不对 有没有 我是觉得应该是跳到 枢纽的习惯问题 看有没有办法 换一个方向 换到右边去 好像感觉会比较好一些 不过这个问题怎么做 也许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才把重点再跟各位讲一下 一 刚刚我们本来是新增工具表到前面 请你把它改成像之前我们写的 新增到最后面 把最后面这个命名重新改一下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刚刚录的第二个具体 show detail 把它改一下 改成加一个回圈 然后并且再加上那个工作表名称 让它一个一个全部 就分割出我要的这个工作表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针对这个工作表 可以给它重新命名 然后除了重新命名之外 看能不能把它干脆 全部都帮我放到最后面去 不然感觉好像放在 这个前面 放在总表跟 枢柳的中间感觉怪怪的 没有办法 新增的时候放到另外一边去 不要放到这边来 OK 试一下